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当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近日公布了今年7月到8月间 抽检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结果 发现近百件农产品不合格 报道指出在这些不合格的样本里 发现多种不得检出农药 以及许多不符合使用规定 超出标准范围的农药残留 除传统菜市场被点名使用有毒蔬菜的 还有知名量饭超市 饮料店及连锁火锅店 专家提醒至火锅店用餐 建议少喝汤避免农药残留 据报道本次被检出农药残留的果蔬 遍及全台包括基隆 台北 新北 宜兰 桃园 台中 高雄 屏东等县市 7到8月抽取的样本 民进党当局到11月才公布 此举引发岛内民众痛批 不少网友在相关新闻报道评论区留言 痛斥民进党当局马后炮不把关 民进党当局执政期间 岛内食品安全风波不断 从开放莱猪到核食 从进口毒鸡蛋到洗地美猪肉 再到如今的有毒蔬果 岛内食品安全危机遍地开花 岛内近期公布的对民进党十大民运议题 缺蛋与进口蛋争议更是排第一位 对此有台湾媒体曾指出 进口鸡蛋糖而黄之混冲岛内自产鸡蛋 进口美国猪肉的原产国 标示为加拿大英国 还传有摊商挂猪头卖羊肉 各种混冲让人眼花缭乱 民进党执政下混饰一箩筐 人民生活也陷入混乱